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非常血腥的一种看法 我就想了下一位 下一位我们就是来解决我们灵魂上的问题了 就是共产党崩溃于我们的灵魂问题 我们有请王志勇牧师 他讲的题目是 从帝国秩序到天国秩序 有请 好 谢谢观众传门 谢谢张杰先生的主持 特别讲到 没有基督教所传讲的悔改 和解 那这个政权的转移啊 就会非常的什么血腥 所以我们知道 中国几千年来政权的转移 无非都是通过两个途径 一个是宫廷政变 一个是这是宫廷政变 还基本上维持王朝的延续 另外一个就是 皇帝轮流坐金钱到我家 改朝换代 所以新百姓也苦 王百姓也苦 所以说在朝代的新王之间 不过是城投变换大郎旗 胜者王后败者什么 所以要突破 中国历史上 最高政权的 这种过渡上的 恶性循环 血流成河 确实实是 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我想是一个核心性的 什么考量 所以在涉及到中共控制 渐进苏共七十四年大卸 是即将命令继续勾言残船呢 还是徒奔瓦解呢 这些方面我就不做一些 时间上的 事件性上的预测 我是从这个中国转型的 这个本质 这个形式 又是从基督教信仰的哲学 法学 文化的角度 来寓意什么 来考察 当我们讲到 这个从帝国秩序 转向天国秩序 其实这个方面 苏小康先生也讲到 中国现代化 那就是西方化 西方化就是基督教文明 从这个和尚这个蔚蓝色的文明 从黄土高原 黄土高坡 转向这个蔚蓝色 其实就是 我们不是学习阿富汗 塔利班政权 我们也不是学习 佛教的 那连毛泽东也是 感应什么 超美 所以 其实不管我们自觉性如何 不管我们的定性上如何 那中国的转型 中国的转型就是现代化 现代化就是西方化 西方化 就是 是否能够真正走向 基督教文明下的 这种宪政 自由 民主 法治的 真正意义上的 积极的 现代性 而不是马克思的 而不是列宁的 而不是斯大林的 甚至也不是南非那种模式的 和这个方面 我就从帝国秩序 走向天国秩序 其实我们看到 为什么要帝国秩序呢 帝国秩序是好是坏呢 在1982年 中华人民共国宪法中 这个秩序啊 我们推翻了 共产党政权的 合法性的历史依序在哪里 这个合法性的历史依序就是 我们推翻了 这个帝国主义 推翻了封建主义 推翻了 这个官僚资本主义 这所谓的三桌大山 其实共战长的话 真的反着听 所以说他所推翻的 那其实是中国可能真正需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帝国主义 我们怎么需要帝国主义呢 当然我们也说 不是说需要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有好的帝国 也有不好的帝国 你比如说美帝国主义 那是好的 是坏的 那我们今天发生的行的想 那美帝国主义 还是好的 大英帝国还是好的 就像当初二战之后 1946年 英国撤离印度 那时候这个英国 驻印度的总督 孟巴顿 就对甘迪说 我们走后啊 你们根本不晓得 如何治理这个国家 那个时候 印度领袖 甘迪就说 即使我们把印度 弄成一坨石 也许我们印度人自己的石 所以说你们该撤离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近现代一大悲剧就是 我们以民族国家的形式 以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我们不要文明 不要野蛮 这要是我们民族国家 我们自己掌权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富强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富强 脱离那种唯明的帝国 真的是一种积极的 一种正向的转化吗 我们也知道 后来英国撤离印度以后 印度和巴勒斯坦分裂 回教徒和印教徒 互相抽杀 也是大概上百万 上百万的血流成河 包括这个甘迪 没有几个月 也他也自己死于 内部的什么暗杀的 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这个刘晓波先生 他在1988年 香港的应当是解放日报 采访他的时候就说 什么条件下 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 真正的历史的变革呢 什么条件下 中国才能够真正实现一个 历史的变革呢 在这中国距离出山下 在这中华历史 中国文化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 怎么才能够实现 真正的历史变革 而不是换他不换要 而不是这个圣哲王侯 败哲为寇 仍然是大赌豪分田地 几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几十年后又是一个王朝 那时候 刘晓波先生的言论 我想党时候很少人能够理解 但是刘晓波就讲 香港一百年变成这样 中国这么大 当然需要三百年被痴迷地 而且刘晓波的言论现在讲 三百年够用不够用 我还有怀疑 但是刘晓波不光他这个言论 非常送人听闻 而且底下来最后他讲 你想被人家痴迷啊 你别这么想 人家帝国主义 那些文明的帝国 现在根本不理你啊 所以刘晓波最后他就讲 但历史再也不给中国 这样的机会了 痴迷地时代已经过去了 没有人愿意被中国这个包袱 谁愿意管中国这个烂摊子 那弟兄姊妹各位先生 各位朋友 现在中国转型的困局是什么 那共产党就讲 中国这么个大烂摊子 谁能结这个烂摊子 那共产主义思想就像一把刀 它在中华民主的胸脯上 这把刀不拔难受 拔出来血流炉住 谁能够结这个烂摊子 所以这是共产党高干 公开的提出的挑战 那很多中国内部的精英 外部的人士 之所以勉勉强强的 没有都结干二期 也不会说都一定赞同习近平的领导 也不一定说都赞同共产党的领导 问题是习近平下台 那共产党领导 也许是一屑不如什么 一屑只有更邪恶的黑手 更邪恶的政权 才有可能把现在共产党的黑手 共产党的邪恶干掉 也就是说这个邪恶的政权 是否是有更邪恶的政权 才能把他干掉 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 中国几百年 这个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就赶不上市 被养军阀的中华民国 然后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不一定改参上国民党的中华什么民国 历史也不一定进步 把被养军阀推翻了 难道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就更好吗 国民党又是军政训政宪政 那共的蒋介石到最后又是 蒋介石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是2009年在芝加哥大学查资料 一看台湾也是 蒋介石万岁万万岁 蒋介石到了台湾这败军之家 上市国家 上市政权 上市人民 到了台湾还到处设这个同乡 现在都被扳倒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张介石把大权在我和毛泽东一样了 到了死了 他的大权在他手里啊 最后还传给自己的儿子啊 那这也不是孙中山的理想呢 这也不是什么民权民治三民主义 这和三民主义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了 那毛泽东大权在我也和共产党没有关系啊 所以后来林佩瑞先生都讲啊 这什么国民革命啊 什么共产主义革命啊 不过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幼灵复活 甚至包括斯大林啊 列宁啊 你说的是共产主义 蒙斯维克 布斯维克 不管说他什么主义 也不过是沙皇专制 沙皇帝国的复活 但是这个沙皇专制 这个沙皇帝国 它是一个不为民的帝国 是一个野蛮的帝国 所以说这些方面就是我们也不可能啊 或者从历史的角度讲啊 从这个转型的角度讲啊 从这个思想的角度讲啊 这个从帝国秩序转向天国秩序 也是有些复杂的啊 这个帝国秩序到底是一个好的秩序啊 还是一个不好的秩序啊 我看美国的啊 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家叫布卡南啊 布卡南说 二十大战之后 为什么世界 比这个二十大战之前更不堪啊 为什么更不堪啊 原来二十大战之前 希特勒 那比斯大林还好一百倍啊 为什么我们把希特勒干掉了 把斯大林的邪恶一百倍的扶持上了 那毛泽东比斯大林 还有邪恶一千倍啊 所以说你说二十大战 秋吉尔就说 到底是正义赢了 还是邪恶赢了 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二十大战以后啊 苏联不光是苏联搞专政还占领东欧啊 输出革命 中国柬埔寨越南甚至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都受到震动啊 现在这个共产主义甚至输出到美国 到底谁赢了啊 到底是这个是正义赢了还是邪恶赢了 和历史啊 真的是很难盖棺定论啊 但是这个布卡南就讲啊 二十大战以后为什么看起来似乎是英美赢了啊 但是整个自由世界自由国家反倒是缩小了 反倒是懦弱了 反倒是被渗透了 反倒是被从内部什么颠覆了 那这个啊 这位啊 布卡南就讲 是因为英国和美国丧失了统治的欲望 英国可以不从印度去 英国德国法国可以不从非洲去 美国也可以继续支持国民党继续支持中华民国 但是美国甚至包括现在也可以不从阿富汗去 难道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武器就不能够把塔利班完全干掉吗 问题在于美国这个老牌的第一号的帝国 不愿意管塔利班这个烂摊子 美国原来不愿意管北朝鲜 不愿意管北约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帝国秩序 也就是帝国的崩溃 殖民地时期的崩溃 并不是因为枪杆子不够硬 而是因为这个帝国 特别是英美帝国 西方帝国 就是西方帝国主义 这些外国鬼子 其实他丧失了统治的什么欲望 他丧失了治理世界的什么欲望 这就是刘晓波先生 还很深刻的讲的 殖民地时代过去了 你想让人家帝国来统治啊 你想被殖民想变你啊 人家还不乐意呢 谁让你躺你这套回熊呢 谁让你过 谁让你被你这套烂摊子 所以这也是人性 世界国际政治局势的残淡之重 但是为什么和我在这三十分钟的时间内 讲的这个帝国秩序走向天国秩序 首先从中国的转型 其实就是一个秩序的转型 当然秩序设计了很多方面 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讲 秩序最重要的是政治秩序 但是政治秩序的根本是在于道德秩序 道德秩序的根本在于心灵秩序 如果没有政治秩序 政治就是公众的事情 天下姓王 皮肤什么有责 吃喝拉撒碎 只要涉及了人活着 只要涉及了人际关系 就像亚历士德的讲的那样 在政治学中讲的非常清楚 除非你是一个天使神仙 除非你是一个野兽 你不需要政治 只要你是人 你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野兽 你都需要政治 你都需要公共空间 你都需要吃喝拉撒碎 你都涉及到和其他人际的关系 所以说政治是不可免的 政治秩序是不可免的 但是政治的背后 如果没有道德秩序 也就是托克维尔 在论美国的秩序中讲的 说美国的法治 迷情 信仰 这是三位一体 没有法治 什么都面谈了 无法无天 但是法治的背后是迷情 如果没有迷信迷情 就像2020年美国大选 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 那政客好一点就是政治家 政客没有了道德理想 就变成了政治流氓 政治流氓就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不择手段 夺取权力 夺取权力以后 顺功飞机 然后以功企变为什么 私企 说政客 真正的政客 应当由道德理想 就变成了政治家 没有道德理想 就变成了政治流氓 变成了政治什么 皮子 但是道德理想 也不是空的 道德理想 是要由宗教信仰 来寄托的 所以托克维尔论 进到美国的制度的时候 说美国最重要的制度 不是三川分离 美国最重要的制度 不是宪法 美国最重要的制度 不是道德理想 美国最重要的制度 是宗教信仰 它就两个对比 一个对比欧洲的天主教信仰 那不能够出现 美国这种局面 所以托克维尔之后 他虽然是天主教教徒 但是他很开明 他说为什么墨西哥 和那个美国是 金领 香领 但是墨西哥 是因为是天主教信仰 这个美国是因为 北美是因为基督教信仰 尤其是清教徒信仰 所以这个国家的规模 密封的气息 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就知道 美国的边境的矛盾 美国边境的困境来自什么 来自南美啊 不管是墨西哥了 维内内拉了 甚至密卢了 巴根底 这些国家 这些都是基督教国家 都是这个天主教信仰啊 但是为什么都要往美国跑呢 当然水往低处流 人往高处走 投奔自由 投奔富足 投奔安全 投奔法治 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乌利隆和托克维尔 所讲的是 所以在这个维持现代为民的 三大力量中 把这个法治 这个道德 和这个宗教信仰 他认为 这个道德和弥新啊 决定了法治 宗教信仰 决定了弥新 弥新 所以说 这个中国的弥运派 弥运人士 近现在的政治家都觉得 哎呀 我们只要制定一个宪法 中国就从此过着宪政 我们只要把共产党推翻了 从此就过着宪政 民主法治的生活了 历史绝不是这么简单的重复 你推翻他 习近平倒了 可能另外一个毛景平 王志平 然后共产党倒了 可能又比共产党 更邪恶的政权出现 当然我们该大到习近平 就大到习近平 该大到共产党 就大到共产党 任何的这种运动 这种主张 这种现身 都是有他的道理 但是我们不能够 治标什么 不治根啊 治标不治本啊 毛泽东不也是民运青年吗 毛泽东还主张 湖南自治呢 那江建什当初北伐 不都是这个护法 宪政啊 民主啊 法治啊 所以这个政治上就讲 说屠龙的英雄啊 一不小心就变成 更恶的毒龙 屠龙的英雄 一不小心就变成 更恶的毒龙 汉米尔顿甚至讲啊 我们知道联邦党人 汉米尔顿讲 那些高喊民主的啊 那些政治威业的 他不会干别的 他不想别的 他一旦抓住权力 他就牢牢不放 他就可能走向专制和什么 暴政啊 不管是中国 还是美国 人同慈心 心同慈情 情同慈离 这都是人性的 啊 搞民意的啊 就悲战到哪里去 不搞民意的 就搞民到哪里去 啊 其实这都是人心啊 人情 所以说啊 当讲到啊 帝国秩序啊 讲到美国的秩序啊 美国的啊 三驾大车啊 立法 制法 施法 啊 但是美国这个文明的根基在于 法治啊 迷情和信仰啊 信仰是根基啊 迷情啊 是啊 是主干啊 然后这个法治 不过是结的果实啊 这样 所以你就看到啊 就像我这里有这个花 那美国帝国现在最荒唐的是什么 啊 到处都是民主运动啊 你要在伊拉克 在中国 在阿富汗啊 推动民主 这个民主这个花是好啊 我是喜欢民主的花多的 我也是参加八九民运的 啊 所以说我对现实于从事民主运动的 啊 我是也是佩服 也是敬佩的五体徒弟 但是弟兄姊妹 这花是好 但是如果你仅仅给别人一个花 这花的根基不在 啊 花的种子不在 你到处给人送花 那不也是虚伪吗 啊 那也不是暂时的吗 啊 这个花子蔫了 他自己开不住花来 啊 你给阿富汗挣钱 给他个二十万亿美金 啊 死了个几千人的美国士兵 啊 给他个几百亿的装备 他最后还是塔利班政策 卷土重来 那人家是80%以上的都部落的人士 80%以上的都是这个 伊斯兰教信仰 他哪喜欢你美国的民主啊 啊 所以说啊 我们从事迷命的啊 如果这就是把民主当作一个 县花 而到处争生 但是这个县花啊 如果没有迷情的土壤 啊 这个县花如果没有信仰的种子 啊 那么这个民主的花朵 不管怎么在艳丽 它是不能够什么 吃酒的 因为他不属于当地 他不属于迷情 他没有信仰的根基 他是外来的 他是价值的啊 他是这个人走什么 擦凉的啊 他是美国一退啊 塔利班就卷土什么 重来啊 所以说啊 我们确实实实需要啊 考虑这些方面啊 最后我就讲到啊 再讲到两点 和帝国之间有邪恶地位 啊 也有文明地位啊 像这个蒙古政权啊 啊 甚至一些这个啊 很多邪恶帝国 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啊 包括现在中国大陆 也是一个邪恶帝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帝国是伤天害理啊 啊 让人没有这个生命自由啊 宗教自由 建设自由都没有 这不就是个邪恶帝国吗 这不就是个独卷吗 但是还有文明帝国 那文明的国家会成为帝国吗 帝国无非就是疆域光大啊 无非就是军事强大啊 无非就是战功赫赫啊 所以有邪恶的帝国啊 也有文明的什么 帝国 刘晓波先生讲的啊 香港被痴迷地啊 一百年啊 中国应当被痴迷地啊 三百年也许有好转 那刘晓波先生讲的 显然不是让邪恶帝国来痴迷 而是让文明帝国啊 让英国让美国啊 这些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来帮助我们来 我们在啊 这个资本上可以引进外资 为什么我们在政治上 不可以引进外来的政党 不可以引进外来的材料 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搞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斯大林啊 这个啊 这些也不是中国的 啊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够引进 像华盛顿 甚至现代的 啊 不管是在美国的 啊 日本的英国的 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 专家教授 将来中国真正立国 我们也要请这些国家的专家 这些国家的人才 啊 真正的一起帮助 啊 使中国真正完成一个 宪政自由民主的什么 转型 所以我讲到帝国秩序的时候 有邪恶帝国 也有文明帝国 啊 最后我讲的这个天国秩序 啊 天国秩序所穿的就是基督教文明 啊 天国进了 你们要什么 悔改 那基督教文明呢 现在中国最可怕的是什么 我们向英美学习 向欧洲学习 但是欧洲却丧失了 基督教国家的理念 啊 欧美却丧失了基督教文明的理念 像奥巴马之类的 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18世纪啊 难道美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难道美国是一个佛教国家 难道美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那你从历史的角度 从法律的角度 从事实的角度 到现在 从基督教在美国发挥的作用来看 有时开会 有个哈佛大学的教授讲 各位先生 美国是一个世俗化的 多元化的国家 每个宗教都受到平等的待遇 享受平等的权利 我说哈佛大学的教授先生 那你说你在美国是一个世俗化国家 多元化国家 为什么你美国总统宣誓的时候 不按古兰经呢 不按转法轮啊 不按毛泽东著作啊 为什么你单单按照圣经呢 他哑口什么无言 这个方面我们不用争辩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美国在历史上 美国在法治上 美国在constitutional practice 在这个普通法的宪政惯例中 他这个最高的行政领袖 最高的法院的这个审判员 甚至包括诸港 他们要按照圣经宣誓的 所以说是一个基督教的文明 但是现在也成为所谓post Christianity 基督教后的时代 当然是基督教前 基督教后 那是另外一回事 大家到天国秩序的时候 我用二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简单的概括 这个天国秩序基督教秩序 不是宜教独尊 也不是教会独尊 这个我们就用美国做说明 大家都明白吗 美国第一 美国的座右铭是 In God we trust 我们说信靠的是上帝 所以美国我们说信靠的 不是共和党 不是民主党 我们也不是保守主义 甚至我们信的也不是教会 也信的也不是牧师 我们说信的是上帝 然后美国的忠诚宣言中讲 One nation on the God 这个统一的国家 是在上帝之下 虽然很多研究政治学 法学研究历史 我们不晓得 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国家 而且美国这个共和制国家 是神权制的国家 所以美国没有任何人 包括这个行政首脑 包括这个议院 包括这个最高法院 谁也不能说 我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至高无上的权利 只是属于上帝的 我们人是有限的人 所以叫limited government limited government是什么意思 你就是永远是个有限的政府 你不要生成自己 伟大光荣正确 仿制四海二戒锥 那你就自我脱抹 那就是欧向崇拜 那就是可证可恶的 为什么呢 你不是上帝 你是人 你是有限的人 你是有罪的人 你随时就会死的 你自己不想死 别人也把你干掉的 所以不要觉得 你天上地下 唯你独尊的 只有上帝是至高什么 无上的 所以这个天国之下 首先是上帝之下 就像独立宣言说告白的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 所以我就用八个字 来概括这个天国秩序 叫上帝之下 多元病例 我刚才又讲到上帝之下 多元病例是什么意思呢 个人有个人的人权 家庭 婚姻了 生育了 孝敬父母了 家庭有家庭的权利 教会有教会的权利 国家有国家的权利 学校有学校的权利 新闻有新闻的自由 市场经济 有市场经济的什么 规律 所以说个人家庭教会 国家社会公司 隔就隔位 隔尽其职 隔多其所 这就叫上帝之下 多元病例 我相信 美国秩序的根本 我相信 中国大陆 良性的转型 应当从 邪恶的 帝国秩序 帝国秩序 转向 真正的 天国秩序 这个天国秩序就是在圣经中启示 这个天国秩序就是在美国时间 虽然美国也不完全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但是是上帝之下 多元什么病例 是有宪政 有法治 同时有自由 有宽容 这是一个 不是一个完全的 但绝对是一个 相对 比较美好的 转型的导向和模式 好 分享到这里